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些书怎么到读者的手上 所以一个编辑很重要的工作呢 也要知道你的书 透过什么样的通路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的读者认识它 那这中间呢就包括了 我们说书上面 大家可能会发现腰带啊 或者是有一些赠品啦 或者是你在广播里面 听到一本书的介绍 或者是你在网路上面 看到一个书的读书心得 或者是你在报纸上 看到书评书界 这些呢都是一本书 跟读者沟通 跟对话的一些方式 把书介绍出去的方式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 编辑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一方面必须跟 这个业务部门的同事 把书的想法 原初的制作的这个理念 以及他想要诉求 是谁该看 哪个年龄层该看 哪一些需求的人该看 把这些书的原本的这些想法 能够完全地传达给业务部的同事 让这些同事呢 可以藉由他们自己的专业 比方说他可能透过网路的方式 有网路的行销 透过书店有书店的行销 透过这个 其他特殊通路 比方说学校机关团体 这些也有各自的这个行销的工具 跟方式 那一个编辑基本上要了解 这些销售的方式 所以他可以在他的产品上面 包括你的书名的制作 你的封面的想法 以及所有这个跟书相关的 文字的这个宣传的 这些作品 那你都要能够 好好的把它技术下来 那作为一个好的编辑呢 如果能够更理解 这个行销的这些工具 我想可以把书 更好的把推荐到读者的手上 那作为一个读者呢 你就会知道 当你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中间有这么多 这么多复杂的过程 这么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